李若義內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一朝到晚都見到人做運動 我們一場來到,遊覽景點之餘 怎樣都要入鄉隨俗,出一身汗 不上基督山,就好像沒來過李若義內路 上山最方便的方法自然是坐纜車 週末的價錢比平日貴些,但仁龍依然很長 我們在市中心已經賣了票,所以在這裏就不用排隊 直接check in,就可以立即上車 山頂的空間不大,而且人頭湧湧 不過,能夠近距離看到這個基督像,迫少少都不介意 說到李若義內路出名的景點,又怎可以不提及 這個到處都是街堂藝術的拉帕區 這區的打卡熱點就是Celeron T-Cup 這些樓梯是一人,有超過2,000樓梯 這個樓梯有215樓梯 還有樓梯從超過60國家 這個智女出身的藝術家Horje Celeron 80年代開始定居李若義內路 90年開始用瓷磚佈置家門前的T-Cup 他說直到死一天,這個T-Cup 布置大計才終結 並將這個藝術品獻給所有巴西人 我們都要將汗水獻給巴西 所以走去著名的Cobacabana沙灘 看看有什麼活動可以參與 足球我們就不懂得踢了 水上活動比較適合我們多些 最後決定挑戰一下未玩過的蠟掌沖浪 上了幾分鐘就簡單上手,可以出海了 平衡,不是太難 但是很怕掉底 因為水很冷 到現在還沒掉底,多厲害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蠟掌沖 在水上 這裏令我更加均衡 所以我不能踢他們 要融入當地的文化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參與其中 但是大家玩得太過頭的時候 可能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玩的時候不覺得是什麼 隔一天就發燒感冒 不過千萬不要等到回香港再看醫生 要先在當地就醫 拼取得相關的證明和收據 在日後雜償 那就回港複診就可以了 保持身體的最佳狀態 才可以繼續享受行程 嗯嗯嗯嗯